年货大街开卖了 很多精明的消费者知道 这里有很多好吃的 而且可以试吃 不要钱 我们看到一些民众试吃30分钟 从前面走到后面 沿路将母鸭羊肉炉猪脚香肠 吃到鱿鱼丝 十几样年货下肚 这一餐又丰富 用杯紧 业者大叹 钱难准 手上满满一碗羊肉炉都还没吃完 已经在找下一个历史目标 帽子照着半张脸 还戴个大大塑胶带 这位先生年货大街从头迟到尾 变加欢迎试吃喊的响亮 他老兄果真没客气 香肠摊前这么一站 一口一口再来一口直接扫盘 接着转向卖德国猪脚摊子 伸长手抢到试吃品 嘴巴在脚 眼睛顶着老板切肉的手 直到温然问我 镜头这么近都没发现 就连装在玻璃盒里面 禁止试吃的年货 他照样伸手 让一旁店员看到傻眼 吃完主食转向零嘴区 开心果 鱿鱼丝 十几样零食堆在眼前 这位先生一样都没漏 整整吃了一轮 算一段不到三十分钟 从姜母鸭 羊肉炉 猪脚香肠到鱿鱼丝 十几样年货 已经下肚 趁店家不注意 再抓一把 躲在角落 一一摊开 轻点占力 他们来一道 海浪一般的 这次大概是卖的几个 如果是要比例的话 应该是三比一吧 店家有够无奈 毕竟年货大姐 抢生意肉活战 不开放试吃 几乎没人上门 但偏偏就是有不少人 单纯来这儿 吃到饱 无价都无量 让老板大坦 且难赚 中间新闻 展品范馨于台北 跳报道 并且 并且